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对媒体披露 美国与中国有望提前签署一个非常大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那么北京在今天回应说 中美贸易磋商取得实质进展 从而含蓄地承认了特朗普总统的上述说法 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带您了解进一步的情况 叶斌你好 你好 宇文 我们知道持续一年多的贸易战 可以说让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两国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望提前达成 那么中国官方对此事反应如何 媒体的报道又有哪些看点呢 上周美中双方经贸团队进行了通话 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说 双方同意妥善解决各自的核心关切 确认部分文本的技术性磋商基本完成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对媒体提到 美中之间涵盖美国和中国的经贸最终协议呢 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啊 有望提前签署 特朗普说这份协议对美国农民 金融服务业以及其他很多事项都有利 今天呢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 例行记者会上呢 新闻发言人邓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回应 他表示两国经贸磋商有了实质进展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13轮高级别磋商中 双方在部分协议磋商上取得了实质进展 25日双方牵头人进行了通话 同意妥善解决各自核心关切 并且确认部分文本的技术性磋商 已经基本完成 双方牵头人将于近期再次通话 在此期间工作层还将持续抓紧 进行磋商 中方希望双方能够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能够找到解决经贸问题的办法 近期中国承诺将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 农产品贸易呢 在两国贸易谈判中是一个重要议题 对于特朗普谋求连任 保住农业之楼的票仓也是相当重要的 几个月来 中国的猪肉价格不断上涨 也是民众关心的一大问题 中国官方在新中国70周年大庆前 动用了储备猪肉以保持物价稳定 不过在十一长假结束后 猪肉的价格急剧上涨 中共的四中全会已经进入了第二天 官媒目前对这次会议没有更新的报道 而目前中国国内外形势 包括民生问题 香港抗议 贸易战等 正在考验中共领导人的智慧 另外呢 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日前结束了访华 博尔索纳罗上台之初被称为热带特朗普 那么这次他首度访华就宣布要扩大 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呢 也提到了农产品贸易 路透社上个星期报道说 中国近期大量采购巴西的大豆 而美国的出口商却表示 还没有接到来自中国的农产品采购询价 中国巴西两国扩大农产品贸易 对美国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 有待于继续观察语文